主要就是有五段影片 那裡面的話 第一個當然用康乙符 去做統計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然後再來就是其中有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很重要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不會定義名稱的話 跨工作表的大範圍選取 那就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定義名稱 恐怕你要記得幾件事 第一個的話 你必須要選範圍 然後在左上角有個名稱方塊 你要填入名稱 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到公式裡面的名稱官員看一下 那之前有蠻多同學 可能有設定到 但是設定範圍錯 你可以修改 或者甚至有同學 可能有填了那個名稱方塊上名稱 但是忘了按Enter 因為你沒有Enter的話 那個名稱也不會跑到名稱官員裡面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名稱 這個定義名稱完之後 你以後直接按F3 所以這個關鍵 這個有個快速鍵叫F3 那它會自動跳出那個 你設定好的名稱出來 那你只要用選的就可以了 OK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有點像在使用資料庫的概念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Rank函數 Rank0一個函數 把它稍微就是排個名 那其他的話就是怎麼樣 再把那個就是VBA做輸出 我們結合VBA OK 那其實VBA裡面大概就回圈 加上那個什麼輸出嘛 那因為列數都一樣 第二列到第四三列 然後藍的話是BECDE藍 OK 那你就是先寫清除嘛 然後再把清除的雙引號裡面 再放公式進來 那列號改一下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做出 一鍵完成你要輸出的結果 OK 那再來當然我們就變化一下 就是格式化 那所謂的格式化就是 把你想要凸顯出來的那個 某些數字 把它填個底色 那底色部分的話 就是有一個屬性叫Interior 後面加點Color 那Color的話記得啦 以後如果在VBA裡面 假如你要設定顏色的話 記得用一個函數叫RGB 這很難寫RGB就對了 RGB 那後面的話填三個數字 分別是紅綠藍 那最低的話是0 最高的話是255 所以如果你要黃色的話還記得吧 黃色就是紅配綠嘛 所以255有沒有 然後逗點再255 然後再逗點0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是所謂的那個黃色啦 OK 那當然你就可以 當一個回軒執行嘛 那裡面放個邏輯判斷 當那個條什麼條件呢 當那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狀態下 那就幫我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大概這樣 城市其實不多 五行而已 有沒有 外面先包一個Fall圍圈 Fallness 再來包一個if and if 那裡面的話就是加顏色的那一行 OK 所以其實城市不多 我是建議像這樣的範本 或許你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 因為其實以後很多城市 都可以利用類似的概念去做修改 反正回軒嘛 邏輯判斷 然後做什麼事情 OK 那當然呢 我們後來有把那個邏輯稍微改動一下 就是改出那個前七名 那其實就是拿這個格式化的程式 來做修改 那改的地方其實就是一行 中間那一行 也就是說呢 本來是把那個顏色填上黃色 改成直接把要的那個號碼 幫我複製到指定的某個儲存格的位置 就F啦 F藍的F1 F2 F3 F1到F8 那當然就是修改一下 我想上星期都有提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我剛剛講的那個 程式細節不慎熟悉的話 我建議你回去 可以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所有的程式碼雲端上其實也有了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程式碼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樂透彩的程式碼 其實這邊都有了 包含就是說怎麼定義名稱 怎麼格式化 然後其實相關公式 那剛剛這個樂透彩 樂透彩好清楚嘛 那格式化這邊有有沒有 就是interview color 然後那前期名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像這樣 加一個 前期名這邊 加一個K等於2 就是先放在第二列的位置 然後 當我 放了一個之後呢 那我後面的就是K等於K加1 就是再幫我放到下一個儲存格裡面去 OK 那它會造成就是清單式的 放資料 就不會花太多力氣 所以 以後可能花比較多時間 我們還是在想那個程式怎麼寫 因為未來 像現在未來就是 Big Data的時代 OK 所以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Big Data 那資料量只會增加啦 絕對不會減少 另外的話現在 雲端運算也非常普遍 像雲端的 像現在好幾家 全世界最大的那三家公司 其實都來台灣差期了 像最大的就是亞馬遜 OK 然後第二大就是微軟 第三大就是Google OK 這三家公司 都來台灣設立那個 就是 就是 分公司 OK 有很多的資源 所以未來我想啦 其實台灣目前好像 最賺錢的 其實都是像 半導體啦 這個硬體啦 其次當然就是 科技業這種軟體業啦 所以未來我想 你如果要找到相對 薪水比較好的工作 恐怕還是要 這方面啦 當然你說其他工作 也不會太差啦 可是 相較之下 真的差距還蠻大的 因為 像 上個禮拜那個 因為之前有個朋友 我在聯發科 然後也是要 積極在找人 可是他們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他們現在公司都是 透過什麼 人力仲介公司 找人 所以他發現找來的人 其實都不太 適合他們要的 所以他就很希望說能不能直接去找人 然後就 找我 開個 meeting一下 然後問我的意見 不過我發現現在 現在其實剛好就是 你想要找好工作 但是 對方也不見得可以直接找到你 所以這個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另外我也問他說 其實很多 非資訊相關科系的 如果想要進入職場 他跟我講的答案 基本上他是肯定的 他覺得說 反而非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 有時候相較之下 因為可能想要更多的機會 所以相對的也會更積極一些 OK 而且反而興趣 會更有興趣一些些 所以這個也許各位 也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第四個單元裡面 那可以看到一個 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的 那這個範例的話 主要也是延伸 上個禮拜 上禮拜只有兩年 10102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是全部 那所以 我就在網路上找找看 我想說會不會有那個 善心人士把歷史資料放上去 發現還真的有 而且很多網站其實都無償的 所以我後來Google查一下 或者你們也可以去找一下那個 Google上面查其他的網站 我是發現這個網站 其實還蠻齊全的 而且他要抓 其實也不難 而且沒什麼保護 因為有一些網站 你看雖然他有這個資料 但是不好抓 而且可能限制還蠻多的 所以我後來找了一個連結在這邊 那點擊之後的話會跳出這個 叫樂透雲的一個網站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連結進來 其實他就是幫我們把最新的列出來 所以他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四個欄位 包含就是日期 跟那個中獎號碼 然後中獎號碼其實上個禮拜講過 他的號碼有六個 然後有個特別號 背注的話裡面好像是空的 所以其實背注可以不用抓 所以我們主要抓的是前面這三個欄位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可以把這些資料 如果你要做一些統計分析 當然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到Excel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把它放到Excel 那以前的做法大部分都是什麼 把它用土法煉鋼的方式 其實應該 如果你實在沒有好方法 你可能要這樣選選選 然後選完之後怎麼樣 再Ctrl-C、Ctrl-V貼過去 但是因為這邊有幾個Page 總共有68個Page 他目前是在第一個Page 所以你現在點一下第一個Page 其實第一個Page 就是我們剛剛秀的這一頁 然後你往下捲動 到底下的話 他第二頁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個全部的資料 通通放到以自由的話 那如果你只會土法煉鋼 變成說你需要怎麼 再點下一頁 然後怎麼樣 再把它選取之後 Ctrl-C、Ctrl-V OK 這樣的話其實說真的還沒效率 而且這個還好只有68頁 68頁看起來其實雖然會花一點力氣 但是好像也還OK 如果將來這個是有680頁 甚至6800頁 甚至68,甚至更多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 用這個Ctrl-C、Ctrl-V的方式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思考說 它有沒有什麼一個規則性 我可以用那個VPA 或者用Python 把它直接爬下來 當然方法很多啦 目前比較熱門的 其實現在坊間我發現那個 因為我剛剛有到那個成品看一下 我發現現在Python的書 所以暢銷的就是跟Excel結合 OK 其實目前大概有兩個方向 因為你要提高辦公室的效率的話 要不就直接用Excel VPA 要不就是直接透過Python 去開啟Excel 然後做處理完 直接存檔就可以 那你說哪一個好啦 我覺得反正做得出來都好啦 效率提高都好 哪一個 至少你不要土法鏈鋼 我想絕對是 效率絕對是十萬八千里啦 尤其是你資料 將來一定會非常龐大的時候 那怎麼辦 OK 舉凡像那個 上個禮拜 對 上個禮拜選舉 你剛剛這些資料好了 像余晴分析 你為什麼 其實如果說你會做一些大陸續分析的話 其實很 如果候選人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一些選舉的一些狀況 好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 所以第一個 當然顯然我們不是說叫你要 一個一個把它複製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土法鏈鋼 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比較快 我們各位講一下啦 其實方法很多 在Excel裡面的話 當然它其實有提供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們直接下載的 那我待會說明 那首先的話你可以觀察幾個 第一個 每個頁數你點選之後 那當然你要了解 就是網頁它有一個 所謂傳遞 因為我們之所以可以看到資料 是因為我可以跟那個Server 主機做溝通 那我要怎麼跟它溝通 其實主要溝通的一個橋樑 就是透過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英文名稱叫UIL UIL 那中文意思其實白話就網址 OK 但是這個網址的話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你們有沒有發現 當我點選第一個page的時候 這個網址裡面有一個地方會改變 有沒有發現 當我點選第二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上面的話 網址部分的話 好像只有一個地方改變 如果你眼睛亮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其實這邊有一個什麼 indage page等於什麼 等於2 那其他網址都沒有變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要第三頁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是indage page再點一下 等於3 這個點下去喔 那你會發現這個網址 其他地方都沒變 只有一個地方變 就是這個數字變了 所以喔 所以喔 我們假如說要把1到68頁全部下載的話 那我只需要先 什麼 先下載1頁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再去修改有沒有 比如說我第一頁 我可以先indage page等於1嘛 那如果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indage page等於1 這個 這個 這個數字 改成一個變數 也許改成i啦 有沒有 然後丟給他的就是 4i等於什麼呢 1到68 那也就是說呢 當我要下載第一頁的時候 那我丟1給他 他就幫我下載 我丟2給他 他幫他下載第二 那一時類推 然後OK 這解決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 我如果說呢 我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我希望把它放在同一個 Excel的工作表裡面的話 第二個問題 所以其實只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就可以把資料全部下載了 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是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真的很浪費時間 因為你 假設今天下載完之後 那如果人家資料更新呢 你豈不是還要再一次 我發現很多金融業的 每天資料都變更 像不管是股票啦 外匯啦 有沒有 期貨啦 等等的 每天資料都變更 而且變更的速度非常快速 那如果你還是要土法煉鋼 去抓這個資料 我想喔 你真的會 會覺得這個實在沒效率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 請可以看一下雲端上面 那當然呢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網頁有沒有 其實它背後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檢視原資 我是建議的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什麼叫HTML 然後什麼叫CSS 甚至裡面有JavaScript 像這個是CSS 有沒有 然後還有JavaScript 那也就是說網頁的構成 基本上就主要分成三個 一個是HTML 一個是CSS 就樣式嘛 那再來就是JavaScript 就是它的網頁的程式語言 其實目前還蠻缺這方面的人才 所以如果你想延伸去學習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困難 我們現在不要把我們的這個問題 把它複雜化 我先簡單一點好了 所以我這邊其實有一些連結 各位如果興趣自己再去看一下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需求 主要看一下 這邊總共也是會有五個按鈕吧 其實也沒那麼多 反正下載之後 最後我是希望 跟上個禮拜的部分結合吧 其實我最終我是想要知道什麼 歷年來的大樂透號碼裡面 排名在前七名的 機率在前七名的讓我知道一下就好了 OK 比如說我第一個問題 我想知道 到底那個大樂透開獎 歷年來的資料裡面 那七個號碼是排名在前面七個的 那怎麼知道 當然第一個你需要把所有資料先抓下來 所以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把所有資料抓下來 那抓取那個網路資料 其實在我們eSale裡面 它其實有提供了一個功能 所以如果假如說你開啟那個eSale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eSale裡面的話 這邊eSale 裡面的話 我抓一個空白好了 因為這個沒有範例檔 因為我們資料都在網路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資料裡面呢 有個叫什麼 從Web 那這個從Web Web其實是網站 也就是說從網站是幫我抓資料 但是我跟各位講 新舊版本它的背後的程式 假設用錄製錄的不太一樣 那我發現新的版本錄下來的程式 相對的比較冗長 而且比較複雜 所以我這邊有用了上一個eSale比較舊的版本 這個2010的版本 我發現它相對比較簡短 那所以待會你們可以先試一下 先拿這個範例 所以首先的話 先一樣開啟Sale之後 然後一樣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OK 接下來的話 你就拿範本好了 因為那個範本我覺得相較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 如果你們要錄製 然後再去看那個程式 我覺得太複雜太冗長 乾脆我們簡化一下 我直接給你一個範本 你就拿這個範本來修改 那我會跟你講 要修改哪些地方 就可以把資料抓取下來 所以第一個 你先開啟這個eSale 然後開發人員之後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的話 請各位直接把雲端白板上面的 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在這一個講義裡面的第幾頁 第四個地方 有一個叫什麼 範例程式 然後這邊 中間的話 有一個 Sub到EndSub 那這邊就有一個叫什麼 Sub名稱叫大樂透下載 請你Ctrl-C一下 那記得喔 從Sub到EndSub把它複製 貼到我們的VBA OK 所以你就開一個VBA之後 在這邊的話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並且把程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我建議你自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鑽寫風格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我發現好像很多同學 都直接用9號字在那邊看 那看起來蠻累的喔 那因為 可能你們現在眼睛比較好 還看得清楚 有時候我們年紀大了 就老花 就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建議你還是 把它稍微放工具選項 鑽寫風格 如果12號太小 你可以改14號 我習慣大概就改大一點 OK 那貼上去之後的話 其實主要要改哪個地方 主要就是改這個地方 URL 我剛剛講過 URL其實就是網址 那個網址後面有個分號 那主要就是http有沒有 這一串 那這一串實際上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從那個 我們的這個樂透雲裡面 當然我們先點page1 所以indagepage等於1 把這個網址直接複製一下 然後就拿這個網址貼到哪裡 貼到URL分號到後雙引號 這個地方 意思就是說 我跟你講一下 我的網址在這邊 然後你去幫我把這個網址裡面的 資料抓下來的意思 OK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底下有幾個參數 理論上是都不用改 像這個distention這個參數 後面帶的就是rangeA1 那rangeA1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把資料直接就幫我放在A1開始 有沒有 Distention 放在那邊喔 從A1開始放啦 OK 然後下一個參數的話 是什麼呢 web formatting 你格式要不要帶過來啊 這邊你會發None嗎 意思是說不要 如果你沒有這一行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上面的格式帶過來 格式是什麼 就是像這個 底色是藍色的有沒有 還有這個虛線他都會幫你帶過來 可是如果不要 我只要從文字就好 那就是加一個web 這個什麼 web formating OK 那最後的話有一個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叫web table 那web顧名之一嘛 就是網頁上面的tables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這邊要5的這個數字 其實跟各位講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抓取的是這個網頁裡面 是標籤第五個 也就是這個網頁裡面 所以哪個網頁 這個網頁 裡面的第五個表格 你想說怎麼會第五個 這邊不是第一個就這個嗎 上面怎麼沒有表格 我跟各位講 其實理論上 其實理論上 早期那個網頁 怎麼講 它會用table 去做一個分割畫面的動作 也就是排版 那只是說呢 它不一定會顯示它的框線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第幾個 其實有個方法 一般習慣是這樣 就是你們剛剛 我習慣現在按右鍵 這邊有個檢查 OK 那按右鍵檢查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按右鍵檢查之後 它會跳出什麼 跳出它的原始碼 其實跟那個檢視原始碼 有點類似 但是檢查的話 它這邊是有個工具 這個工具就是 讓你看到 你那個網頁背後的一個程式碼 長什麼樣子 不過如果你剛開始不太熟 沒關係啦 主要是第一個 你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可以 右鍵檢查 當然你如果把它關掉的話 像這邊關掉 有沒有叉叉 它就關閉了 按右鍵檢查 OK 它就出現 實際上你會發現 它會秀出它背後 郵標你放上去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 你目前停留的到底是 對應在網頁上面的哪一個部分的 背後的程式 其實主要是這個標籤 那標籤一般就是 小於開頭 後面就是標籤名稱 TAG名稱 OK 那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table 小於table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小於table 開頭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有個方法 一般習慣是 右鍵檢查之後 第二個部分直接在這邊 按Ctrl F 其實Ctrl F就尋找了 Ctrl F 那你會按Ctrl F之後 中間這邊會出現 有一個什麼 讓你尋找 你要找什麼 找標籤 所以你可以打上 小於 我剛剛講 小於開頭就標籤 那標籤 請你幫我找一下 那個叫table的 table指的是 在那個網頁裡面 是表格的 這個格式 OK 那我們找完之後 你打完之後 這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再來看一下 它的那個右邊部分 這邊會出現跟你講說 你現在 這個網頁裡面 我剛剛已經找到了 你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幾個表格呢 它會顯示說 七個 有沒有 總共是七個 那你目前在的位置 是第一個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我現在這個表格 是在第幾個很簡單 上面有上下 你就往下 下一個在哪裡 你會發現下一個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下一個 它這邊會出現 再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這一個 再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是第幾個 第四個 再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出現第五個 所以第五個剛好是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Web Table 等於五是這樣來的 所以未來 假如說 你們想要抓網頁資料 那個網頁資料裡面剛好 它的標籤也是 Table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範本 不過前提跟各位講 是要 Table的 可是跟各位講 不是每一個網頁 都是用 Table 現在好像比較舊的網頁 可以採用 Table 那有一些新的就用DIV 不過至少這個是 Table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抓 OK 所以有沒有 然後第六個在底下 有沒有 這個也是標的 第七個 OK 所以總共七個 那它又跳到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像第一個 看起來好像不是 Table 但實際上 它是用 Table的形式 你怎麼會知道 這邊其實會寫 你可以展開來看 所以假如你對網頁 比較了解的同學 你可以再展開 大概OK 之後把它關掉 所以我們主要是利用 我剛剛講的範本 然後這邊的話 主要幾個參數 那最後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弄一弄看 因為我們現在只能抓 這個什麼 Indage Page等於1 所以我假設現在弄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看到 資料被你下載第一頁下來的話 那恭喜你 你已經完成第一步了 那待會我們就要完成第二步 好啦 執行看看好了 OK 所以它會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放在我們的 Excel 裡面 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那日期應該是在哪裡 在20... 11月25 OK 然後有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就抓到了 但是 Ctrl 向下 你會發現它只有抓第一頁而已 那底下你想說 老師那我要抓第二頁怎麼辦 當然 如果你不寫回圈的話 你這邊可以把它改 Indage Page等於2 然後再來的話 你要放哪裡 這個地方 Distination就是你放哪裡 這預設是A1 可是如果你第二頁應該是放在哪裡 A的92 有沒有 所以你假設你手動改一下 92 有沒有 然後再執行 你會發現 第二頁被你下載下來了 有沒有 2022 這個是 8月16嘛 8月12的下來了 然後再Ctrl 向下 然後 然後 假設啦 老師那我要抓第三頁怎麼抓 這邊改成3 然後這邊改多少 這邊改183 OK 183 再執行 第三頁又下了 有沒有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總不能這樣吧 總共68頁 你當然 你如果繼續下去 變成你其實是寫程式沒錯 但是其實你只有寫一半 那所以待會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或者你也可以想想看 第一個 會變的數字 有沒有 要把它改變數 那可是這個範圍是1到68 所以這個地方用個4圍圈嘛 就搞定了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 它這個rangeA後面這個數字有沒有 它必須要隨著我們的資料 向下追蹤到它最下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現在改成4的話 那當然Ctrl向下 追蹤到應該是它是273 所以理論上是追蹤到的這個數字 怎麼樣 再把它加1 所以之前我們還要教過各位 如何做向下追蹤 有沒有 rangeA1 什麼 點END 瓜安虎XL 點ROW就可以了 這個前面講過很多 而且這非常非常重要 像考試我都有考 可是我發現好像寫得出來的並不多 奇怪 到底是哪邊的問題 好啦 沒關係 反正就 如果你們可以記下來 反正就至少可以拿到分數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樂透彩的規則 第二個的話 就是到雲端白板上面 找一下第四頁 這邊有個範本 所以我剛剛做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範本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你這個範本怎麼來的 我跟各位講 其實就是用聚集錄製錄下來 把它精簡之後的結果 OK 當然如果你想要做錄製錄製錄製 你可以自己再弄一下 一樣可以得到那個 抓網頁資料的程式碼 但是這個程式碼有個缺點 它只能夠抓網頁裡面的table 就是小於符號後面加table 也就是網頁是table的結構 才能夠抓 但是如果它的網頁結構 不是table的話 那很抱歉 沒辦法抓 OK 所以這個也是它的一個 算是缺點 你想說老師那如果它不是table怎麼辦 那你就要想別的辦法 方法很多啦 OK 請各位試試看